怪心病介入治疗作为一种微创有效的治疗 可以极大的改善怪心病病人的症状改善愈后 但是怪心病的介入治疗仍然有其局限性 第一对于一些左主干或者多知病变的病人 介入治疗是有期局限性的 第二对于一些合并钙化或者糖尿病的多知弥漫性病变病人 那么介入治疗的愈后也不是很好的 第三个局限性是支架植入之后虽然可以使血管再通 但是在期后的过程中仍然可以发生支架内血栓和支架内再狭载 一旦发生支架内血栓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支架内再狭载也是需要再次治疗的 通过我们临床观察发现 那些容易发生支架内再狭载的病人 往往再次直架植入术后 发生再狭载的几率仍然是偏高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